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在辽宁盖州 现在青岛第三干游所历史修养 我88岁了 我为自己是一名革命老战士而自豪 我当过陆军 干过空军 参加过辽审战役 我经过选飞合格到第六飞行学校 毕业后 直接分配到康米援朝的空军作战部队 在海南岛上空 一支空战 我用三门炮 骑射 打掉了挂着导弹的美国F-104战斗机 大家说我是一名工臣 可我一直因为这只是我作为军人 应该做的一点贡献 我参观了辽宁县 站在甲板上 我很自豪 更羡慕这些刀剑上的武者 我们爱好和平 却不危于战争 因为我军的传统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我想这些年轻的战友也继承了这一点 看过了高空 这样的白云托朵 也见过舰船的皮波展浪 参加过国庆管理 也成为领袖亲切结界 作为一名老兵 我要继续努力 继续战斗下去 随着海军成立70周年 庆祝活动的临近 青岛市的海军博物馆 变得热闹非凡 88岁的高翔 专门过来担任了义务讲解员 绝对的脸是战胜最优势的敌人 这体验毛主席人的思想是吧 武器是重要因素 但不是决定因素 决定因素有毛的东西养 一不怕活二不怕死 美国人当时最先进的了 离休之后 高翔是青岛市关公委报告团成员 他还被多所中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 课堂成了他发挥余热的战场 他起什么转秀 就是和鼓务是个斗志 对不对 你打仗就是要这样不怕死 一不怕活二不怕死 要敢于打 敢于胜利 对不对 高翔上过高山 也下过海岛 走过了许多部队 最长的一节课给官兵上了四个小时 这也让他在部队中有了许多粉丝 老爷子开场白非常好 见了战友以后 一边就是说 我爱你们 亲爱的战友们 讲得非常好 一下子就拉紧了跟官兵这个距离 而且他这个老爷子很爱学习 很博学 方方面你比如说 能唱歌 会做诗 等等等等 所以他讲课的时候 官兵都非常愿意听 在高翔的家里 有几千张照片 每一张笑脸的背后 都记录了他的心情付出 说起讲课的内容 老人依然十分的兴奋 我说我们一当兵的时候 唱的歌也是 冷静出头 抗几枪 走出田园 穿军装 这里就是 革命的大家园 革命有来聊 心里伙伴 给他们唱一唱 都不受苦 对不对 现在当兵是光彩的 是受欢迎的 是不是 这部队为人服务来了 百分之百的 可许多人并不知道 高翔参军 竟是受到一首歌曲的影响 苏联的共情团圆之歌 我感觉就当前也不落后 这个歌很有这个鼓动性 对我影响太大 所以我记得比较牢口 青年团圆们武装起来 踏上增途 晚中一心 包围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 莫悲伤 祝我们一路平安吧 在这首歌的鼓舞下 1947年 高翔从辽宁参军 来到东北人民自卫军 拍摄这张照片时 他已经是入伍两年的老兵 穿着这件军装 高翔参加了辽审战役 随后又跟随部队一路南下 可最让高翔遗憾的是 没有赶上一场真正的战斗 豪豪当当的 一面走一面人家就解放了 我这尽管来解放 被压派的父老兄弟姐妹 怎么解放啊 这仗也打不着了 一面走一面青岛解放了 再一走一走上海解放了 我这是我还打不打仗了 1949年冬高翔被抽调出部队 协助医生护送华南工作团南下广州 让高翔没有想到不久之后 他被安排到了市政府工作 就这样转业到了地方 我不干的 我说我要挥部队 我这解放大军多光庸啊 我这解放大军南下的 我现在到地方 我说什么晚上怎么回事 都换了衣服了 我都不要 1951年8月 空军开始招收飞行员 已经退役的高翔 没有丝毫犹豫 又一次报名参加了体检 哎呀我心里话 我挥部队也行 什么空军路线 我这到空军 我就看个飞机也行啊 我给飞机占大岗 我也知足啊 我没什么要求 挥部队就行 就这样高翔成了 一百多名面试者中 唯一的合格者 1951年9月 高翔进入空军航校学习 两年后高翔有了打仗的机会 和刚刚到了鸭鲁江畔 中美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他的参战梦想又一次搁浅了 1956年高翔跟随空军 转立为海军航空兵 从陆军到空军 再到海军航空兵 服装改变了 军种改变了 可他向往打仗立功的决心 一直没有改变 在青岛第三赶修所 我们见到了一张珍贵的报纸 在1965年9月21日出版的 解放军报上 刊登了一张由战斗机自带相机 拍摄的照片 照片中一架歼六战机喷射着火舌 正前方的飞机载冒着浓烟 这架歼六战机的驾驶者正是高翔 如今回忆起那次空战 88岁的高翔 依然记得每一个细节 1965年9月20日 雷达显示美军两架F104型战斗机 侵入我国海南岛西岸上空 大队长高翔和副大队长黄凤生奉命 驾驶尖六行战机营底 哎呀我天哪 就想打仗立功啊 革命胜利回家乡 那个朗根朗根朗根朗 回家乡那个回家乡 男女老少西洋洋 这个就说真英勇 哪个就说真勇光 真勇光 一当兵就想着立功啊 高翔终于有了打仗的机会 可飞机刚刚离地 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飞机都失火 怎么去打仗去 对不对 所以我感觉 工作都正常 生意发明工作正常 生意都 我就注意观察一点就完了 是不是 这不是乱看 在距离敌机50公里的位置 高翔只发现了一个目标 可根据战报敌机有两架 我一找看没有 你眼闭的哪了 藏起来 给我藏毛了 那我后边还有了解呢 对不对 我了解外号的小迷糊 脑广 他迷糊不迷糊 他也开飞机的 他也不是傻子 我心里话 我后边还有个保险呢 算了 我先把你干的再说吧 保家卫国是职责所在 后面还有自己的战友保家护航 几秒钟的时间 高翔做出了一个决定 论作战要趁着 下狠心向近靠 不到二百步开炮 炮想开花滴击掉 就到现在也是真理 也是绝对正确的 就这样从二百九十米 打出第一炮 一直打到距离敌机 仅有三十九米距离 眼看着两机就要相撞时 高翔快速做了一个 高难度动作 把飞机救了回来 我就拉着一杆 这一杆拉的力量要多大 不要兴用了 说你难听一点的 把那个吃奶劲都拿出来了 这一杆 含了一声 打掉了 看着敌人的飞机冒着黑烟 倒塞葱般的一头扎向了地面 高翔来不及喜悦 因为他的飞机 被敌机爆炸后的碎片击中了 有一台发动机 空中停止了工作 单发落地 在这之前没有过 这单发落地没有过 我就创造个单发落地 不但落地正常 比正常还正常 本来这飞机 一台发动机 应该有点特殊反应 我这无闻当当落地 新华社立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航空兵部队 今天上午在海南岛上空 一举击落美帝国主义 F104型战机一架 并活捉美军上尉飞行员 菲利普·史密斯 1965年9月27日 海军司令员 开国大将萧敬光 派专机江高翔等 作战有工人员 接到北京 参加了国庆16周年官礼 10月10日 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 接见了高翔和战友们 而在庆功晚宴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更是让高翔铭记一身 你们这一仗打得挺好 打出了国位 打出了军委 希望你们以后 打更多的胜仗 事后高翔荣立一等功 全国各大媒体 都做了大篇幅报道 他成了老百姓 口口相传的战斗英雄 可高翔从来没有把自己 当成英雄 几十年过去了 他依然过着朴素的生活 我现在基本上 就是红酒 白酒很少喝 我住院得病 医生给我治好了 你还喝酒 你不听我的 你有什么病 我也不给你抢救了 我那么吓唬我 我说你别吓唬我了 我说我听你的 我打仗可以不怕死 我喝酒我能不怕死吗 1987年 高翔离休之后 便居住在青岛 而他关于喝点小酒的爱好 就不得不提起 与史密斯的另外一场战斗 我是搞机油的 我拿着封了片 叫给我签名 我给他签 他给我签 这是我们俩喝酒 在上海那个燕安饭店 1989年10月18日 菲利普史密斯再次来到中国 此时他已经退役成为了一名商人 这次他专门提出 要想见见将自己记录的中国军人 这七年就学会了一句干杯 我认识你干杯下风 我认识你干杯下风 我喝酒是第一位 我打仗第二位 我第一能喝酒 第二能打仗 哎呀 吃完仗 史密斯喝了三小杯白酒 就有些醉意 剩下的白酒都被高翔喝掉了 这让史密斯竖起了大拇指 连说喝酒很OK 五两一宿 这我不太舍得喝的那家伙 这家伙不用花钱的 干了我这一瓶 基本上这一瓶 给他表演了 会谈结束后 史密斯送给高翔一个支架刀 而高翔送给了他一架 当时中国最先进的 歼八型号的飞机模型 中国的航空工业是 已经发展到这个了 前半二星了 我的航空工业是 全是智力耕生的 你美国是美国造什么 欧洲什么发动机 我们都是独立的航空工业 自从成为战斗英雄之后 高翔不断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邮件 他把这些来信 视为祖国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一直珍藏着 信封上各式邮票 渐渐吸引了他 不知不觉和集邮结下了缘分 主图都不是 对了 这怎么弄 普通邮票第八套邮票 第三张 两分钱是飞银员的 九五十年代就这个装备 基本上就这样 在高翔的收集品当中 有一件他最为珍惜 这是参观辽宁现实 全舰官兵送给他的首日风 就我们这个飞银员里 就戴明翁他们 三千米的跑道 航空母舰 几十米吧 百八米 你说这个 这个差距多大 就是什么雾卷上 刀卷上的雾倒 这不是我们形容着报纸登的 驱逐舰 登陆舰 护卫舰 全面登上舞台 辽宁号航母远航 第二艘国产航母试水 高翔为祖国的发展强大 感到骄傲 航空母舰出来了 这两艘了 这个装备也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前十 前十五都上去了 有西方英明领导 我们还要飞银的向前发展 还要进步 我们要赶超 五十多年前 高翔以劣势装备 战胜了敌军的优势装备 而今天 海军成立七十周年 海上阅兵在青岛举行 中国军舰在海上遨游 看着日益强大的中国 高翔说 这一生最大的荣耀 便是身上的军装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去年轻费 去年轻货 来年轻货 来年轻货 去年轻货 来年轻货 去年轻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